在这上 Animation Anime 动画 Comics 漫画 漫画 Game Game 电玩 Move 小说 小说 动漫我要听 热炒九九达人上菜小玲玲啊 我们今天的上菜达人是谁啊 今天来上菜的达人啊 是默默活摇在我们本土配音间的新生代哦 马上来介绍一下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牛凯亚 等一下等一下你怎么来了 什么我怎么来了 不对吧我才是今天的来宾啊 勇哥哥今天说要专访我啊 好了好了别吵了 家里没大人哦 在这边吵起来真是 大人哥好不在 那我们赶快来欢迎两位达人 高又凡及牛凯阳 哈喽大家好 这个女生是高又凡 男生是牛凯阳 先要把这个声音给搞对了 免得到时候大家这个误会了 不知道谁在讲话 好那两位小朋友啊 我想要请教一下哦 你们当初是怎么样子的 误入了七竹 进入了配音这个行业啊 是怎么怎么开始的 嗯好我们先这个凯阳 对凯阳先回答 那呃这个是我是我在当兵的时候 那时候我在战哨的时候 我看到哨所上面贴的卫兵守则 那那时候就战绍就很无聊 那也没时干就跟着念 就念那个卫兵守则 结果后来我就发现说 自己讲话很不流利 那有一次我在放假的时候 在家看电视 又看到电视上面在介绍配音员 那当时看到那个节目有刘洁老师 还有余正昌老师 还有林美秀 美秀姐 那看到他们的表演后 我就觉得哇 配音怎么那么好玩 然后我就那时候 我就上网去查了一下 然后刚好华氏有在征选 那刚好是在我退伍后的三个月 所以我就决定说 想要退伍后我要去学配音这样 所以那时候 就去接触看看 所以你退伍之后 就去报名了这个训练班 对 对华氏训练班 然后就开始了这一个 曲折离奇的故事 好那多曲折离奇 你待会再来探讨 那佑凡呢 你是怎么 我的话比较普通一点 就是经常走在路上 就会有路人啊 或者是便利商店店员 或者是初次见面的朋友 会说 诶 你的声音好好听哦 然后你就想说被夸奖习惯了 就觉得好像真的蛮好听的 然后就趁暑假的时候 去报名了华氏的配音班 同时也开始跟班 是一开始是王景平老师介绍 后来跟着刘晓云老师 慢慢的学习 是这样开始的 哦 诶那想请教两位啊 就是你们第一次知道 有配音啊 或是声优的时候 那你们有没有被他们的 什么作品而感动呢 我当初 其实我一开始 我第一次看到配音员 也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看到那个节目 看到刘杰老师 余正常老师 还有美秀杰 那那个时候 就是在那一阵子 我看到了很多配音员的节目 但是只有这个节目 我是有详细的看 其他就是有 也有看到像 像胖牛老师 就是在大陆的节目 跟小元杰 江桂景老师 那那时候 我就有上网去查 那就发现说 反正就是觉得 配音这个行业 哇好好玩 每天工作都不一样 我录了第一集卡通 我觉得不会 就是除非有意外 不然不会再录到第二次 那我每天接触的东西 都不一样 我会觉得说 哇这个东西 很适合我 因为我可能不太适合 做办公室 OK 所以你从那个时候 你就光看电视节目里面 这些前辈们的访谈 你就觉得 你未来想要做这个工作 是吗 嗯 当时不敢说完全 但是我很 我很对这个行业很有兴趣 嗯 就是想要来接触看看 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多才多姿的生活 嗯 我很想要投入 但当时还没有那么的专心 OK 应该是说大部分是好玩 好 那你从你训练班结束之后 到现在有多久的时间 嗯 就你入行有多久时间 我是在民国97年的9月 在华市上课 所以等于 大概98年 差不多三年了 对 差不多 三年 OK 那又凡呢 嗯 一开始的话 当然是因为 我在电视上看到 灌篮高手这部动漫 哦 灌篮高手在当年 我这样有暴露我的年纪吗 并没有 还好 他现在有重播 小弟 那就好 灌篮高手的话 在我那个年代 非常的风靡 每一个学生 不管是男生女生 都非常的喜欢 那当然他的配音员 当然是我们的最爱 嗯 对 那大家都会想说 哦 灌篮高手真的好帅 有英文化道真的很帅 刘川峰很帅 都会就是去注意 他的配音员是谁 想说声音怎么这么有魅力 嗯 是这样子 所以你注意的是 男生的配音员 而不是女生配音员吗 哦 当然咯 我的心像还算正常 好 那又凡啦 我要问你 你从你那个毕业 训练班毕业到现在 多久的时间 大概四年多 还不到五年 大概四年半左右 那你觉得 你未来就会 以配音作为你的职业吗 配音当然是我的职业 但并不是我唯一的职业 哦 你还有一些什么样 其他的技能 技能啦 吞剑 吞剑没有 不过我研究所的时候念的是博物馆学 所以我就是比较偏向艺文界这样 哦 好特别哦 然后我之前也有在服饰店当过店员 巧克力蛋糕店卖过蛋糕 还有其他意大利料理餐厅 我都是以我的兴趣来找我的工作 怎么听起来好像多美食 我比较好吃一点 他是美食专家 好谢谢你哦 好 那我们聊到这里先休息一下 来欣赏一首歌曲 好 马上为您播放小丸子的主题曲 两位其实在永伯的眼里 其实真的是配音圈里面非常新非常新的 看起来像小baby这样子的 新的一代 对 那我想问你一下 你们一开始的时候有碰过什么样的场面 是你们到现在觉得印象深刻的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经历啊 就是有一次 录了一个韩国的一个小企鹅的卡通 那个卡通里面有一只恐龙 它很爱睡觉 然后一直打呼 然后它打呼都是用鼻子发声的 所以那个不 可是我真的不会耶 然后就是怎么练都练不好 然后我真的不会打呼 最后是不得已 拜托其他的配音员帮我完成 然后到截至目前为止 我都还不会用鼻子打呼 所以我觉得算是小小的困扰 印象也很深刻 那要好好练 举帆就是像那个吹口哨啦 还有就是打呼啊 就这种我真的没办法 其实真的有时候我们配音的时候 讲话还好 但出这些奇奇怪怪的声音 还真的需要一些技巧 对啊 有些真的要练过 所以领班真的很包容我们 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像凯阳 我常常跟他合作的时候 他我真的发现他就是这种出怪声的达人 他没有败事我都会找他来 好那凯阳那你自己有什么样特别难忘的经验吗 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难忘的经验是 我在录我第一次录音 就是录天原突破 那是我的第一档卡通 也是我录音作品的第一个作品 那我当时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讲错一句话 就是那一句台词是原来他们一直在装模作样 我一直讲不清楚 因为我平常跟朋友讲话 就是习惯了就是嘴巴都不开 那发音也没有那么的全 也没有那么标准 那我那时候就一直讲成原来他们一直在装模作样 就是乱讲 对啊就是整个就台湾国语 后来就是领班就跟我讲说 那时候领班是李明信 明信姐 那他就跟我说你应该要把重音放在哪边 那也是跟勇哥教我们的一样 就是说你每一个每一句话都要有轻重音 那会让你更好说 那后来我这句话我就一直回家练习 一直练一直练 后来就不会再卡 但早就已经录完了 那两位通常我们配音员都会结束之后 会可能去做一些可能吃宵夜啊 休闲活动 对有没有什么小秘星那种 大家还蛮想知道的 对啊 又凡刚刚就讲说是美食啦 美食家啦 那不是我讲的牛凯阳讲 那就好吃鬼好了 好吃鬼 对有一个秘星 就是在我还没有入行之前 我一直以为配音员每个人都是很保护喉咙或很养生 早睡早起只喝开水 诶真的 结果后来我才慢慢发现 其实不是耶 就是很多人都很喜欢吃麻辣锅 例如我们动漫我要听的李一兆 勇博 还有像是唱KTV 喜欢唱KTV的配音员也不在少数 我想说诶怎么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我喜欢 对那凯阳呢 我其实我也蛮爱吃辣 尤其是跟着王景平老师做电影的时候 他每次在电影告一段落 就是作品完成之后 他们都会他都会请我们去吃火锅 他跟抓哥都会请我们去吃火锅 那每次就期待王老师做电影 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杀青后可以去白吃白喝 去混沌 最让人期待的一件事情 听起来就是大家结束完都是吃为主 其实我觉得是因为这个工作的时候 其实是蛮有压力的 虽然大家觉得好像我们嘻嘻哈哈的 但是真的我想小玲玲也在这个我们工作里面 参与过嘛 其实我们工作的时候非常非常专心 对不对 然后要目不转睛的看着电视 当观众朋友们在看欣赏电视 有趣的内容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是每个人是战战兢兢的 尤其是这些新生代的演员们 还要被我们这些老鸟 七零 不是七零啦 好好的在调教 对 那我想其实时间非常快 今天这个短短的时间 然后有两位这么爱讲话的人 重点都还没问到 讲不完 对 时间不够 那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 可以吗 当然可以 下一个还可以再来吗 对 你们只要你们请我吃麻辣锅 没有问题 下一边今天好冷 对 好了好了 最后我们来欣赏一首 这是凯阳推荐的神雕侠侣 Blaza的一滴